2012年度亞洲建築騎士挑戰賽 介紹特輯 我是Michelle 吳嘉欣 每一年在世界各地的不同地方 都會舉辦國際騎士的邀請賽事 鄰近澳門的地區 就好像香港、日本以及遠至英國等等 都曾經成功舉辦國際騎士的錦標賽事 但是一提到國際間的建築騎士邀請賽事 就像香港、日本以及遠至英國等等 就真的少之又少了 當中曾經成功舉辦過的地區 就包括了澳門 為推動澳門唱馬文化賣 向國際勇於創新嘗試的澳門唱馬會 早在九十年代就已經開創先河 成功舉辦了首屆的澳門國際建築騎士邀請賽 這項賽事的漁門成功 除了得到國際馬壇的關注和敬同之外 同時亦為來到澳門參加比賽的建築騎士 提供了一次騎術交流的好機會 該辦至今已有多年的時間 曾經來到澳門參加比賽的一些建築騎士 其後亦在國際馬壇闖出名堂 當中包括有澳洲的岳禮華 來至紐西蘭的偉米高 以及南非的道美爾等等 相信這些名字大家都相當熟悉 可見當中也不犯一些名義之聲 接下來我們會一起看看 即將來到澳門參加2012年度 亞洲建築騎士挑戰賽的一些 外地騎士的精彩片段 諾吉他為澳洲維多利亞省賽馬會發牌 並低屬列馬師 Tourine Nunez至建築騎士 於2009年3月開始拆騎出賽 其首場頭馬為2009年3月15日 於馬場拆騎法兵場奪得 至今已拆騎勝出203場頭馬 曾經奪得2010至2011年度 維省建築騎士龍虎榜冠軍補助 吳家俊為香港賽馬會發牌 並低屬列馬師葉彩學馬房之建築騎士 已有四年重期生涯 首場頭馬為2009年4月 於澳洲Roverville 策劇Samson's Luxe奪得 其在香港首場頭馬為 2011年6月5日 在沙田馬場策劇 牽原湧將奪得 至今已拆騎勝出97場頭馬 石川神像 為日本國家策馬協會NRA發牌 及低屬列馬師Yurofumi Ishikawa 之建築騎士於2010年4月 在日本左學院競馬場開始拆騎出賽 首場頭馬於2010年4月 拆劇Hard Revenge 都得 至今已拆騎勝出122場頭馬 西村台日 為日本中央競馬會發牌 並低屬列馬師和田正道之建築騎士 首場頭馬為2010年6月20日 於日本北海道咸館市馬場 拆劇World Blue 都得 西村台日至今已拆騎勝出28場頭馬 雅芝為馬來西亞賽馬協會MRA發牌 及低屬列馬師傅克之建築騎士 於2008年9月23日開始拆騎出賽 於2010年成為馬來西亞冠軍建築騎士 並以13場頭馬 暫列建築騎士龍虎榜第二位 至今已拆騎勝出65場頭馬 雅芝對澳門馬場並不陌生 曾經來過澳門參加2010年度澳門國際建築騎士邀請賽 高力德對澳門馬場並不陌生 曾經參加2010年舉辦之澳門國際建築騎士邀請賽 於2008年6月開始拆騎出賽 至今已拆騎勝出271場賽事 折迦華麗為新加坡賽馬會發牌 並低屬澳洲籍列馬斯迪恩之建築騎士 於2009年12月開始拆騎出賽 折迦華麗的首場頭馬為 2009年12月於紐西蘭策騎 She's a Town By 獲得 而其於新加坡的首場頭馬為 2011年10月 拆騎Lucky Fine 獲得 於2012年以一貫二亞成績 奪得卡塔爾國際建築騎士系列賽冠軍 至今已拆騎勝出17場頭馬 徐承恩為韓國賽馬業會 KRA發牌及低屬於連馬師 柏雲Q之建築騎士 於2011年9月於韓國首爾賽馬場 開始拆騎出賽 首場頭馬為 2011年9月3日 拆騎Challenge Concept 獲得 至今已拆騎勝出30場頭馬 包括其中三場賽事於美國勝出 米羅為陣落於南非德賓的 南非騎士訓練學院建習騎士 於今年已是第四年接受訓練 首場頭馬為 2010年8月8日 於斯高維爾馬場 拆騎Western Jam 奪得 至今已拆騎勝出50場頭馬 在2009年澳洲的維多利亞省賽馬會 提供了一次機會 給海外的優秀船影建築騎士 去到當地接觸澳洲賽事的機會 成功開展了首屆的 亞洲建築騎士挑戰賽 最終的賽果由日本騎士 騰江康泰壓倒了澳洲的學歷高 撤榮而出 第二屆這項挑戰賽 由新加坡賽馬會所舉辦 最終由香港騎士梁家俊勝出 而上一屆這項賽事 重返澳洲 在廢明頓馬場當中展開 最終獲得總冠軍的騎士 就是澳洲騎士馬麗安 踏入第四屆即將舉辦的 2012年度亞洲建築騎士挑戰賽 將會首次二師來到澳門 澳門賽馬會非常榮幸 可以得到今次舉辦這一項 世界知名賽事的機會 接下來我們一起看看 參加今次挑戰賽的 本地騎士的一些片段 黃俊鋒為澳門賽馬會發牌 並低屬列馬斯劉志森馬房之 見習騎士 已經有四年拆騎經驗 首長頭馬為2008年2月 拆騎進馬升池奪得 黃俊鋒至今已拆騎 勝出56場頭馬 今次的亞洲建築騎士挑戰賽 將會在未來的 8月4日星期六 唯於澳門騎士馬場展開 而今次的參賽陣容方面 分別有來自日本、香港、澳洲、 紐西蘭、韓國、南非、 新加坡、馬來西亞 以及澳門的優秀前領 練習騎士參加 他們將會在分別的三場 系列的賽事當中 以他們所得到的分數的高低 來奠定勝負 成功